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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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夏 也带来了不错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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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手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們就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阿德夏 《红圣》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忙碧 整合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游客 中文字幕志愿者 自cor 自明明志愿者 制作米果一起吃 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 想吃米果的时候 随时可以做 但庆祝丰收的习俗 却从未改变 不仅因为 这是祖辈留下来的传统 更是因为大家 能够在这时团聚在一起 分享收获的喜悦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 夏江村的知名度 越来越高 很多在外地工作的人 回到家乡 参与到家乡的建设当中 很多像江丽娟这样的年轻人 为夏江村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江丽娟从小就爱吃米果 每年的这个时候 她总是家里吃的最多的那个 到杭州发展之后 虽然母亲也给她做过米果 但没有大家欢聚在一起的氛围 江丽娟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米果是春安的特色美食 因为外形长得像梳子 当地人也叫它梳子米果 夏江村有庆丰收 吃梳子果 来年日子就会变得 顺顺利利的说法 这一次来住宿的客人不少 江丽娟和母亲准备了很多新米 除了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住宿环境 江丽娟每次还会为大家 制作当地特色美食 吃的来了 来来来 吃吗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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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尝一下 这是我们当地特色米果 你们试试看 你要少一点 你要少一点的 和江丽娟一样 如今的夏江村 有四分之一的人家 都在经营民宿 每逢节假日的时候 房间往往会供不应求 为了能够接待更多游客 越来越多的村民 也开始准备经营民宿 夏江村每一家民宿 都有不同的风格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 江丽娟发挥了自己设计师的专长 将家里的老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 装饰全部由他精挑细选 两年前 江丽娟刚回到村里 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 由于没有客源 经营很吃力 常常是入不敷出 他一度想过放弃 村委会为了鼓励 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不仅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 将街道变得更加整洁卫生 还帮新开的民宿做宣传 为他们介绍客源 经过几年的努力 夏江从一个偏远小村 变成了远近文明的美丽乡村 人们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把这里打造成了美好家园 果园里的水果丰收了 民宿里的客人越来越多 村民的收入不断提高 日子也越来越好 不论是惠来县的 鱼产品加工业 还是洪源县和淳安县的 乡村旅游业 都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 这些产业的兴旺 给当地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乡村振兴正在启航 在第一个中国农民 丰收节的喜庆里 人们守望乡土 挥洒着奋斗的激情 享受着美好生活 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乡土中国 丰收中国 幸福中国 满足特色的婚礼 您见过吗 这鱼肘子是每年过年都得做吗 每天过年也做 但是我们这边都在风空习惯 鱼没有肘子 那这鱼肘子又是如何做成的呢 这个锅好好的你干嘛砸呀 庆祝来年丰收一顿 庆祝丰收的时候 要先砸锅 这又是为何 悲甘表演的戏符里 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下期乡土 带您感受满足风情 领略满足同胞的多彩生活